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热巴恋情风波升级 工作室遭攻击 圈内好友受骚扰 要求她公开单身 31岁女星迪丽热巴又被追着要求发单身声明了 最近热巴又一次卷入了恋情风波 对象依旧是30岁男星黄景瑜 还记得前段时间 热巴本人晒字拍戴鲸鱼表情惹出了争议吗 一周多时间过去了 风波至今没有平息 反而进一步升级 到了连热巴圈中好友都被骚扰的地步 简单回顾一下风波起源 热巴晒了100多张自拍照片 其中一张使用了 热带鱼和鲸鱼表情 热带鱼正是热巴和黄景瑜的CP名 鲸鱼则是黄景瑜名字谐音 两个表情和热巴自拍一结合 外界自然而然想起了 热巴和黄景瑜持续整整两年时间的恋情绯闻 这么久了 双方都没有给出过一次明确澄清 当下热巴工作室评论区就沦陷了 还有粉丝直接脱粉 这些都还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持续等不到热巴本人回应 热巴工作室和热巴身边人 开始遭到了无差别攻击 热巴好闺蜜助曲单的评论区 甚至出现了舅舅迪力热巴的留言 多少有点不太适合了 眼见着事态发展愈发不受控 热巴工作室终于发文回应了 回复了包括平台运营 造型 作品宣传和反黑在内的四点问题 偏偏避开了有关黄景瑜和恋情相关的所有质疑 还在最后强调 每一个爱丽丝热巴粉丝名 以积极正向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好的建议和意见 黄景瑜都出面承认前妻的存在了 热巴还是没有发单身证明 他的粉丝们彻底破防了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为什么不能给个痛快话呢 回顾热巴和黄景瑜的恋情绯闻 从二人合作拍摄电视剧就开始了 一直有人关注二人关系 也是因为巧合太多 热巴了起自己的理想型 关键词都是 有肌肉 会西班牙语 黄景瑜被问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回答是 大长腿 欧美脸 170厘米以上 27岁的热巴 给十年后的自己写过一封信 希望自己能有三个孩子 有一位知心爱人 父母健康平安 帮他照看猫猫狗狗 每年两次全家旅行 每个节日 大家都可以围缩在一起 热巴和黄景瑜 在剧组被拍的时候 黄景瑜就在逗流浪猫 不仅和热巴有互动 还上了热巴的房车 当然 除非热巴和黄景瑜亲口承认 不然谁也不能盖章 两个人就是在恋爱 只是不管是热巴粉丝 还是路人网友 一直想不通的 就是热巴对待不同恋情传闻的态度 2016年 热巴去看陈伟廷演唱会被拍 二人传出绯闻 热巴在采访中回应 和陈伟廷只是好朋友 去看演唱会同行的 还有工作人员 2017年 热巴和陆寒 频频传出恋情绯闻 热巴虽然没有正面否认过 但还是在七夕节当天 本人亲自发布了一条微博 明明白白写着 散发着单身女子的清香 这时候再看热巴面对 他与黄景瑜恋情绯闻的态度 别说正面否认了 热巴前后甚至完全不避嫌 从无名止戒指到鲸鱼表情 还一起上节目参加晚会 最后只能说 热巴与黄景瑜的恋情绯闻 似乎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心病 看到他们喊话 热巴本人要求一个交代 直言这些年一直被折磨 也是十分可怜了 但不管怎么样 也不应该攻击热巴身边人 希望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 以后收敛一些吧 近期 热巴的恋情风波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工作室不幸遭受攻击 而圈内的好友也受到了骚扰 面对外界的压力 许多人要求热巴公开宣布单身 然而 我认为 我们应该给予热巴 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和公众人物 热巴一直以来 都保持着高度的职业操守 和谦逊的态度 他以出色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日常生活中 他都展现出了真实和自然的一面 恋情是每个人私人的事情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 热巴公开自己的感情状况 他应该享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和自主权 我们应该以宽容和尊重的态度 对待他的选择 热巴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性 她一直以来 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她的演艺事业和个人生活 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不能因为恋情的风波 而对她的才华和努力产生质疑 让我们以包容的心态支持热巴 继续欣赏她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在工作室受到攻击 还是面对媒体的压力 她都值得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热巴能够坚强面对困难 继续展现出她的才华和魅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